所以用我們最熱情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國際超級伴仇 李昌鵬 掌聲鼓勵 好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午安 有聲音嗎 有聲音 好 那我們從國際來介紹一下 今天我主要介紹的兩個建案 那這兩個建案我認為台灣的民主講的是相當特別的類型的案件 尤其是第一個 那這一個建案我介紹一下 它的名稱叫做Kuka House Kuka House 但是這個建案很特別 因為所有台灣的民眾在投資好愛房地產 投資投資漫股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往往想的是說 我要找好的地段 找好的地段沒有錯 但大家所謂的好地段是什麼咧 每個人都說 我要離捷運站近 只考慮到這個點 但是這個點也非常不同 它是典型的 離捷運站相對來講比較有 大概1.3到1.5公斤左右 可是 它卻是典型泰國人當地最喜歡的物件 那為什麼會知道這張建案的人來給大家想說 有時候我們在買國外的房子啊 我們不能拿自己喜歡的角度去看 因為你買國外的房子 你要買一個是當地喜歡的 而不是你自己喜歡的 像這張建案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優勢 其實可以在台北買得這麼好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我來介紹一下這個建案所在的位置 這個建案它是靠近日本的這個 日本區叫東諾站 這邊有個建筆叫東諾站 那東諾站走它的路36項到Rama 4這個大馬路 那這邊這個轉角處就是我今天建案 Worker House的位置 那這個Rama 4這個路應該 我問一下啊 在座各位有去過漢谷的請舉手 有去過漢谷 大概三分之一條請舉手 有聽過蘇坤一路 蘇坤一路請舉手 應該都聽過啦 有聽過Rama 4 Lama 4 這條路的請舉手 相對就是少了對不對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喔 這一條路在泰國的媒體的評價 被認為是下一條的蘇坤一路 那一定要去講什麼是蘇坤一路 蘇坤一路就是漢谷最重要的一條大動漫 你在漢谷的捷運線 開車走的路線 甚至你搭摩托車 騎乘車 基本上都是走蘇坤一路 有點像台灣中校東路這種概念 非常的長 所以這條也是這邊最庸山的地方 那Rama 4這條是新開發出來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它現在還有很多計畫要做 等到它後來發展到畢製 會認為它是下一個蘇坤一路 有點像我們在看台灣的中校東路 和洪安路這種具體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所在的問題是日本區的這個生活圈 那這個地方叫統籠 中文叫東羅站 那東羅站非常棒 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時尚 非常清庫 很多外商住的地方 以BTS的捷運站來講 這一區的房價數一數二貴 但是很特別 在東羅站房價最貴的地方 卻不是在捷運站做造 大概平均是在1公里以後的地方 那則是捷運站最好的 所以不斷跟大家調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在買房子的時候 不要只看捷運站 我們也有一間站 一間兩百公尺三百公尺的 也有 但是那個不是你的分子百 一定最好的首選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還有很多吃的 喝的咖啡店 還有很多文創的一些餐廳等等 所以在童籠這邊 兩塊就慶祝的大概就是外商 跟年輕人為主 然後資本的非常非常多 好 然後這邊周遭這台小型的夢 百萬物資等等 那再來這個就是Rama Home Rama Home 就是這邊這條金色這條路 那這條路 那這條路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那首先我們的健安附近 它就有一些小型的棟 可以買東西 吃東西 生活情人非常的齊全 還有這一個 都是吃著喝的 所以住在這邊 你不用擔心說 你吃喝跟生活情人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台灣買房子也是 像台灣的房價很貴 台灣去年有總計 房價平均前十貴的地方 大概有三分之一 都是在台南部這幾個地方 可是台南部上有捷運站嗎 沒有 有百萬物資嗎 沒有 可是為什麼環境怎麼會 因為 生活環境好 生活技能好 這個健安附近原來是 人家會像這樣幹的 生活技能非常的棒 然後 我們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健安的部分 那周遭來講 有些很有名的國際學校 有標識在這附近 當中最有名的是 那一間叫我威爾斯 他是台灣人去開的 前陣子還有上天下雜誌 很有名 都在這一塊 這邊有非常多的外商 外商把小料收完這邊 在泰國的話 全泰國平均 最近的數字 大概差不多有 接近一百零十間的國際學校 所以我們給當地人還有外商 來把小料在那邊唸書 可是大家知道嗎 台灣的國際學校有幾間 有人知道嗎 其實不到時間了 你光看國際學校 就點開了出來一個地方的 城市化的程度 不過差到多少 那除了國際學校 就來打給大家 這邊是國際學校的照片 那我們就跟現在泰國港 是屬於一個比較高端的住宅 那怎麼叫高端住宅呢 這邊有要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的東西 跟台灣不一樣的 比方說 以中央東路來講 中央東路這一代的房價 就是八十萬九十萬 不會多差太大 這在泰國的話 同樣在一條路上 會因為你房子是高端 中端還是低階的社區 價錢會差得多 可總是新建案 廣州是這樣有一個開賣的案件 可能這個社區地平一百萬 隔壁社區地平三十萬 或者像這樣的差別 那台灣人都會認為說 統用的地段 地平三十萬跟一百萬 當然比三十萬了 可是 依照我們公司在這邊 這麼多年的經驗 以及當地市場的反應 往往都是那個一百萬的賣糧 反而三十萬東西賣得不同 這個跟台灣人在投資發展的 觀點非常不一樣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投資每個國家的時候 就是要聊天工業的購物習慣 而不是自己的喜好 那我們這邊現在 就是隨於標準 在泰國的高級住宅 那這邊現在的系列 叫做House 系列 是神聖的系列 那這House 系列 還有很多個 有什麼Sola Kuno 在我們現在賣的 Oka 都是它的系列 那我們這個Oka House 是整個系列裡面最特別的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 有到四十七 十六 高的一個社區 其他House 系列 大概都只有 發展有這麼高 所以我們是最高的系列 就是Oka House 那這個Oka是日文 Oka就是山丘 那個丘的意思 那House 就是英文的House 然後用德文來翻 所以就變成這個Oka House 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建案 那這個建案來講的話 我們看一下它的外觀長這樣 當你從社區 然後大法院走進去之後 看到我們社區一路連 第一幕就是長這樣 四十六 四十七樓高 然後進去的這邊 這一塊 是花園 而且這塊花園很特別 台灣的花園就是一個棕底 鋪一些草皮放的樹 就是這樣子 它這邊用來很多的外商 帶著小朋友去念書 所以它這邊有在學長 專門設計給學生學的小朋友 給爬坡的這種 綠地 給小朋友去玩 還有分開0歲到3歲 3歲到5歲 不同的年齡仔小朋友 在這邊有不同玩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邊外商 帶小朋友非常的多 好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那進去之後 這個是我們現在進去的 拉皮士長的樣子 這是我們的樣子 那裡面進去裝 裡面就有房間 那這邊是我們接在大店 那如果各位有機會 下個月 或是這個月 要跟我們去看網看網址的話 我們一樣會帶大家去看這個社區 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是社區裡面的一些示意圖 或者是一個示井圖 那這張就是示意圖了 那後來開場之後 我們會從Rubufo的大門路 走一條 向第一條小路進去 之後我們社區 這個路大概在130公尺左右 走進去去到我們社區了 那我們的社區非常的明顯 因為它是這邊最高的大門 那我們社區的規格 都要付出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總共連頂樓這邊有47樓高 1100多戶 然後停車位的比例很高 差不多498個停車位 那你只要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在泰國買房子後 廠長會怎麼會說 那車位一個多少錢 我要賣車位 跟大家分享 報告 在泰國買房子 你不用去思考車位的問題 因為泰國的車位 基本上是不會賣的 他們車位的形式 比較像是我們的大賣場 就是我們社區可能一線多步 那我們也就設計一個30%到40%的量 給我們社區為主用 你有要開車的人 去跟社區申請 申請一次卡 你當中進去就刷卡 必須就進去就好了 那泰國現在因為 太塞了 所以開車的比例 慢慢減少 那就是免心的 那我們有時候去看說 雖然車人不需要那麼多 但是一個社區裡面 他的車位如果比例越高 通常代表這邊的人 開車的就是那種素質會比較好 可能是開車上下班的那種 比較高級的族群 所以這個是我們社區的戶數 那各個面積都有 那現在目前主要是 大概是在33天到34 是這種 一房的平方五位 去墮 那我們這個社區其實很漂亮 你可以看這是我們的地底圖 那 這邊有像是剛前講的 一樓的花園 然後這邊就有一下公設 像是樓宇池等等的 然後松松花園 這一些 還有我們的空中酒吧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去 泰國小壽店 請喝個酒吧 再跟杯上去 然後那天 你不需要去畫面的Skybar 自己的社區就能夠 然後樓上的我們的庭牢 還有我們的花園 比起我們樓上的那個 露天的電影院 所以很適合在這邊 看看電影 然後看看星空 那這邊還有放那個望遠鏡 如果你覺得看電影太無聊的話 你可以幫你去看整個漫步的測試景觀 那個真的很美 然後再來我們拍下一樓 這個就是我們基地的路段 那旁邊這條36像Sukumi 36 往上走 大概一公里多 就會到東羅的捷運站 那這一條路 大馬虎就是Ramaha的路 那Ramaha過去路 就是有開發計畫新的地方在那裡 再過去一點點就是 像那個房價最貴的金融中心 大概開車過去十分鐘就可以到了 那我們的健康就是這塊 紅色這塊的金融 好 那再來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 一樓的那個 花園 好 這個地方就是 剛剛節目講到 讓小朋友去玩去爬 那如果大人 不想去爬也沒關係 你可以在這邊 就是抽菸啊 喝咖啡 來聊天的地 然後然後 那邊上這種地方 也有設計 讓你它是在工作使用的 比如說你覺得在家裡工作太累 你可以在那邊 插個電 然後看著小朋友爬來爬去 然後去做你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社區的設計的質感非常的好 好 那再來是拉皮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我的平面圖 那這個是八樓的公設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40里長的漁池 還有一個小型的漁池 那旁邊還有像是那種 像噴泉 那你去做SPA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泰國人的社區 通常來講 漁池你都知道那個地方多長啊 平均大概只有20公尺左右 到25公尺 我們這個非常採事實 好 所以非常多的公過設施 都在八樓的這個漁池 所以 你回到這個房子 你絕對沒有像是回到一個小型的 一大東西 但是你沒有是帶小朋友的這些生活環境可以使用 所以你單身兼其也適合 然後你是帶家人也適合 那再來看一下 這是一般早點的部分 用詞就像這樣 長型的 想要SPA的貼到這邊 旁邊還有一個小朋友的食 這個是小 這是SPA的食 其實這用詞 帶來的那種設施非常亮的像 然後再來是它的健身房 這邊是有全體式 旁邊這個螢幕呢 這個螢幕非常特別 它是LED的 可以去觸控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我們社區的平面圖 我們社區的話 其實這東西的每個景觀都非常的棒 當中最好的景觀是麵蘭 大家可以記一下 這是最好的景觀是麵蘭 因為麵蘭的景觀完全沒有被遮擋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招逼耶和 然後再遠一點點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網路陸地 叫PAKAZA 中文叫做曼谷之沸 就是麵蘭這個景觀 所以如果你買得到麵蘭的景觀 我會建議趕快把它學下來 趕快把它買下來 然後這個是景觀看出去 城市的景觀就像這樣子 非常的美 那再來呢 往南邊的景觀 那剛剛看 招逼耶和就是這一塊 綠色的就是半補 半補之沸 永遠不會開到麵蘭 白天是這樣 那晚上的話就是這樣 很美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空中的酒吧 我們到頂頭之後有去的 STIVA這邊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工作的話 這邊有工作的空間 你可以帶著同事 你的partner 你可以上班 那或者是說你想要做一些東西的話 也有cove features 的地方 你可以帶著你的家人 帶著你的男人朋友 來這邊做做菜 甚至在這邊可以做一些 直塞的東西 這都是審視你之家電商 特別花錢買的專利財源 你的設計是完全看不到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按摩椅 那這個按摩椅很特別 你不需要去拿那個東西 按了按去 它可以直接電你的手機做配合 前提也要用iPhone 所以像以後 像我這樣做的 你就不行了 就要用不翻 好 那再來就是頂頭的部分 頂頭就要往上走 這邊有一個空間線 就可以開放股的景觀 還有它的預費 和景等等 所以非常的遠 那這次我剛知道的 杜天電影院 真的很復活 這個在泰國來講 你看還沒有第二個社區 有像這樣的設施 所以我們一樓有的玩 中間樓梓有的玩 頂頭有很多東西的設施 可以讓你使用 而這樣的房價卻非常的便利 等於是台北的一間 可能是新北的一間舊公園的這個價格 那至於家具都會有點丟煩惱 因為其實在買國外房地產 你們都要知道 泰國的好的建材 大建商的安建 基本上什麼都爽 就是空屋 天花板地板牆會坐好 浴室跟廚房會送好 然後送禮開冷氣 剩下什麼壁紙啊 家具家店 你全部要自己處理 可是這個建材非常非常特別 是我們第一次遇到高端的住宅 既然的全配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多說介紹 你看到這些東西 除了那個移動的什麼 裝飾品啊 娃娃啊 盆栽啊以外 全部都瘦 甚至連拖鞋都會瘦 所以什麼櫃子沙發 這些都不用太煩惱了 你只要帶著你的手機 跟你的衣服進去 勇往路你就可以生活了 就是這樣的社區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他人手的東西 那做好的時候 就差不多長得像這樣子 我們每一個人去看過之後 不管你不用買 去看完的客人都會說 哇這個房子 這個社區好美 去看了都會喜歡 尤其是女孩子 好 那在未來的發展 他的投資的先進來 我先講現在 他現在本身是 東羅的收穫區裡面 金融套 但是你買房子 不能只看現在 還要看未來 所以他未來發展 其實就是剛剛前面提到的 Romato這邊的 新的開發計畫 那這邊之後 會有非常多的商班 所以會有很多的商班人 在這邊 剛薪需求就會非常強 尤其是這邊的商班人數 會以外商為主 外商居多 甚至像我們社區 特幣有一個第三號電視台 我問一下大家 又問一下大家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去泰國玩的時候 很多的餐廳 或很多的活動會穿武裝 你們注意到嗎 因為大家知道 最近泰國有一個 很有名的泰國人區 叫做天聖林頓 天域長 非常得紅 紅到知識的人 很多人都說 你會如果不去商班 我們要家具選一區 有更不便 那那麽片的第四台 的那個電視台 三號電視台 就在我們社區的隔壁而已 走路大概一下下就不到 所以我們建築的後面講說 我們這個社區 來講不只是商班這些東西 未來可能連電視台 或商品裡面的明星 都有可能是我們潛在的主客 只是你不見得會認識而已 那再來這個是周遭的一些 信有的一些商班牌 所以這邊你不用再注意 好像你會不會 金銀掉不掉不掉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包包座的開發計畫 當中最有名就是 一個 這個 這個 被譽為是 號稱 可以翻轉 泰國GDP的一個建設東西 那它整個的造價 比我們台北的這個 大家可以看得到 大居膽 的稱 還要高 所以這個是在泰國 非常非常知名的 一個大型開發計畫 可是台灣人 對這個東西 比較沒有概念 比較沒接觸到 但是這個在泰國人來講 都很出入知名 因為自從你找了十幾年了 終於在去年 確定要動 你確定要做一個東西 好 那這是外面卡的照片 剛才的那個氣氛會 好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第一個建範 我們的Poca House 捷運站 南馬公園的那裡 然後到這邊就是 外面卡 再過去就是 我們最貴的 倫波尼公園的住宅區 然後隔壁馬上就是 金銀中心了 好 所以我們這個地理位置 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我們今天有第二個建範 那剛剛自從Poca House 它算是比較高端 所以它相對會有一個 小小的問題 是什麼呢 所以它的價錢 不稍微高 一點點 現在目前在泰國來講 平均的高階住宅 大概是在一千萬 一千五百萬左右 所以是比較高階的 那Poca House 目前的售價 大概是落在七百萬 的台主上下 其實算起來你不會 因為如果 你用台北的房價來看 台北是七百萬的 會買什麼 可能舟公路多的8萬 可能新北 可能還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個社區來講 它在這邊的話 只要你還沒可能 現在大概 依照現在的分別 大概是六百 十六百萬 你就可以買到這個 這麼標準的住宅 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什麼都有 而且還有漂亮的花園 然後它主機款的付款 到自己很輕鬆 它只需要你付 或十五百多些款 那剩下的 我們要怎麼做附雷 就是等到 二零二一年 它叫我所得去付這個 就好了 所以 假設你預算過的話 你可以一起買Poca House 但假設你預算過 你稍微有一天天吃雞 為什麼我第一次來海灣 預算不要裝得這麼高的話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 第二個階段 它有點害羞 你看不出來 沒關係 我怎麼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第二個階段 它叫做萬飛而五十 那這個階段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們剛剛的節目 解釁在大概就往後三站左右 那大家看到你們的 階段的階段上面 有沒有一個地圖 粉紅色 重色體的階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上面 它的頭身邊 大概在你們的右邊 有一個金色的字 紅色圈 還有白色圈圈 然後在飛而五十 它所在的位置 請各位 顧二號的協助一下 對 就是那一個 把大家拍一下 對 那這個階段很特別的是 它雖然不是大線上 我要先講一下 它跟一般大概是不同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大家 在泰國盡量的大線上賣 但是它是屬於小線上 可是 很正確是 它雖然是小線上 可是賣得很好 因為我們跟它合作過幾次 它雖然是小線上 它第一個案例是在進化去推 還是九十九年才能的這一種 非永久 賣得很棒 然後它第二個線上 是在之前 大概在三四年前的時候賣的 一下就賣黃黃 或者現在都租掉了 我們之前代付代表下來 它已經交予了很多 租金從當時交予的一萬個 到現代的租金大概 它不換這個地方 幫它左右 把它面積去 但是租金受不上 表示這個社區改良的確實是不錯 那第三個線上 就是我現在看到這個 終於跳出來的這個線上 叫做賣黃黃黃 然後所賣的戰略是 好如 安律戰 BTS安律戰 那大家看一下 郵政公司的那個行程 千萬萬十以下 就可以成了 那這個線上 它今年剛交予 所以你現在就看得到 它已經是沉悟了 所以 假設你覺得買國外房子 你怕看不到 弄不到 空虛 這個方式你可以慢慢的看 很具體 那這個現在有什麼特色 來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先看 這個是安律戰 我們現在在這邊 剛剛上一個 或怕號其實在 多摩站 這一區是日本區 或我們站在這邊 往後山站 到安律站這邊 這還就是我們 四區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賣黃黃黃黃 所在的位子 那最早有很多東西 你剛剛說 像是最有名的 這邊有Lotus 大賣場 還有Big C 這樣看你 你只要Lotus跟Big C 其實它的生活性能 完全就有 沒問題了 吃的喝的用的買的 什麼都有 那你想過去之後 還要安冷夜市 那這邊要安冷夜市 所以 這邊新年公共客 都會來的地方 甚至連做其他 後面之間的人 都會習慣來 安冷站這邊 來參考國際戰和假 所以這邊是一個 生活性能非常棒的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 去年底 剛開了一個新的定院 它是複合型的 有定院 有Shoppingwall 就在提名在旁邊 所以提名在中招 具體的所有 生活機能非常非常棒 那我們的 這樣比捷冰站 大概就是六七百零十而已 所以你走路 慢慢走 大概十分鐘 你搭個摩托車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就可以到 那就是 這邊大賣場的照片 剛才講的 台灣人開的這個 威爾斯國際學校 就在這個建議場旁邊 很多台灣人 都會把他小孩 送到這邊 再次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些國際學校 在泰國說的前十年 所以很不好進去 然後 學會很貴 那再來下一個 這是建案的步驟 我們快速介紹一下 那這個建案的話 它是比較高 就做比較高階 雖然是小建商 但它戶數也很少 只有十三大五十幾目 所以香港這個社區 會比較單純 你不要在運作到時候 要注意到外面的時候 好多的對手或是金屬混雜 我們社區比較小 稍微迷迷一點 那社區的裡面 嘗得很簡單 這邊這塊是B洞 專門給外國人擔心 因為這洞有個景觀 不在好大物 後面的B洞 景觀上的差點 是泰國人擔心 但是C洞的這洞 這洞 這洞是公共設施 停車場公設出來這洞 然後E-Long這邊用前面 現在他的賓面 目前的話 建商是出租給他們自己使用 跟建杉磺最近又推了第四個建案叫做Define 或是另外一個比較便宜的建案 也在這附近 它就把藥美濃設在裡面 那目前這幾個藥品裡面 它這藥品裡面的一種是可以買賣的 有少數可以買賣的店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大家回歸一下我身邊的顧問 那我們就開始好 這次我們要來的黑洞 B洞是本地的門的 C洞就是公社 還有一種的店面 所以戶數非常少 精緻的小社區 然後這個社區雖然想像它這麼奢華 你可以看到 社區裡面雖然不大 但是它做了六名高的挑高 做得金幣輝煌 這都是你現在開始看不到的 然後拉比的部分 我的公社 教育廳 然後再來 我們農場C洞的話 這邊就有泳池 那泳池它的公社 可能沒有像過卡奧斯這麼多 但是該的東西全部都有 你都在那邊說想去跑個步沒有東西 這邊全部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 健身房 健身房 它就是直接 因為跑路 因為是很行的 就是這樣去使用 所以如果說 想要去那邊度假的話 我會非常留意的是說 但是如果想要討論到支柱的話 反正也OK 因為它跟控告實際一樣 家居家裡全部都送 你不需要再帶任何東西 只要有手機網路的地址 就可以進去社區 然後游泳時代再玩 那這種社區就算比較短一點 就大概20.096 然後室內的部分 這個社區很棒 它的社區走向很低 但是它速度會挑到3米 一般泰國的社區 平均來講 只有2米4 5到2米6 好一點高級點加2米8 就頂了 這個社區 都到3米的地方 然後去租進去是很舒服的 感覺很棒 所以為什麼這個社區 雖然它那種介紹 但是它賣的頭背很好 我們公司會選擇 它在那邊賣 是有道理 然後這個是A房型 就是一般的地方的大小 交互的時候就差不多長這樣 只是差點先跟它講一下 玻璃的金面沒有 玻璃金面只有當時剛開賣的時候 早就很特別 現在這個玻璃的部分 全部都變成了隔油漆 然後是稍微大一點的陽光 也是這樣很漂亮 都做好一些 基本的家具家具家具裝潢 那平面圖的部分都在這裡 那這個社區來講 警官就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它就是一個失去的房子 所以警官都差不大 那這樣平面的話 這是我們同時 用手機拍得來 所以可能看起來有點醜醜 但是其實該表面 其實全部都有了 玻璃花就可以直接入住 那這個社區現在剛蓋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買的是預售衣 看不到都弄不到 我們接下來去看 正常的視頻 那你看看 連泰國的建商 都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程度 而且這個社區的價錢呢 均價大概是在四百五十萬 到五百五十萬的泰銖 所以可能平均管家 大概就四百萬出頭 到五百萬出頭而已 那這個價錢 在台北市 你可能只能買個車位 在泰國 你可以買一個市區的小好站 而且送這麼多東西 然後我們這社區的 正對面 這是聽口 然後這邊是他們現在的 那個 要提供的部分 就是外來的店面 正對面這邊 有一件事面的那本 所以你假設真的 晚上很不要 想買個飲料 來抱怨 走出來就有了 那這是現場實境的社區告白 那還有一個特別是說 我們的社區有做智能家具系統 這個東西在台灣 你要等個五千萬 甚至上映的豪宅 才會配這個東西 那什麼是智能家具咧 就比方說今天我下班 像台灣現在這麼熱 那我今天作品會結束之後 到家等到半小時 我在車上把社區打開 還好 我就先把電器打開了 我們把窗戶先關起來 音樂先打開 進去之後 就有音樂流氧 其實我終於 我們這邊可能吸藏得很棒 這就是智能家具系統 可能像配備這麼好的社區 十五百萬財幣就買不到 還付家具下限狀況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那還有一個大特色就是說 建設提供一個很棒的保障 就是說 在泰國來講 通常預售屋的 剛焦屋的第一年到第二年 確實會不在滿足 因為大家都要同時出座的時候 通常很多人都想說 那我把窗戶壓低 趕快把它租掉 所以焦屋的第一年 通常會消費在一起 那經常也知道說 他們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們有信心 他們說OK 如果你跟我買的話 頭兩年 我們給你一年租金五趴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第一年可能會遇到 空窗期的部分 就是我先幫你包 那如果租的少 我一定要給你五趴 他租超過五趴 那是健康轉租的 反正風險是健康來行 明明就是哪個五趴的租金 哪兩個的租金 所以 頭兩年就不用擔心說 租不掉下不掉的問題 租不掉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地方 他就會把握租掉 那他可能會租住 或是承租的方式 去搜取他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 可以見到你的簡單介紹 所以我會跟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 對泰國人家有興趣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找給你把握 因為泰國的房子 現在才開始起 可是 泰國現在房價 長得沒有很久 萬里一時才開始漲 然後現在才三四年而已 平均長平不高 泰國長的這四年的房價 等於馬來價長得有多 所以漲反不設的強 但是 因為現在有一帶一路的政策 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大陸的代曉在聊 他們說 大陸現在非常的封一帶一路 哪裡有一帶一路的建設 就跟著相關的一帶一路 最近他們剛注意到的就是泰國 因為發現說中泰鐵路 2021年到哪裡 四年裡逗風 然後中泰鐵路 從昆明到曼谷 七個小時就可以繞 不管是貿易還是做什麼 發現曼谷就好像隔壁城 隔壁城 隔壁城一樣 非常的近 所以現在很多的大陸 在純純都要帶來做投資 你2016年之前 開泰國的預售案長 沒走大陸了 2017、2018開始 慢慢慢慢很多大陸進來了 所以要記得一件事情 從之前 美國、日本 甚至澳洲的經驗和加拿大 只要大陸去哪個地方炒 那個導演講會把上轟台的很快 所以我們要趕在大陸進場之前 趕快先進去台位 讓後面大陸的事情 來把我們抬轎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剛好真的有覺得 可以接受 買一帶一件的話 照地方訪問下來 然後看師傅跟我們公司 在下個月去看看曼谷的房子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於這兩個建議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